所以我們今天宣佈就是說呢 這段期間這個機構的定期快篩 做以下兩項的一個調整 首先是這個住宿室機構的這個部分 原本是每週住民兩次 工作人員一次的這樣的快篩 那從下週一2月27號開始 就調整為住民每週一次工作人員的話 則是免定期快篩 改成有症狀的時候才需要進行快篩 那有一些例外的情形的這個 每週一次仍然是維持 那兩歲以下則是不用做這個篩檢 那另外一個調整是說 這個社區式的機構 那因為很多是這個據點的一些服務對象 在這個社區當中活動的 那他們的這個風險事實上 又比這個機構的住民來的低 所以我們在這一波呢 決定在下週一期呢 取消這個原需做定期快篩的 各類社區式機構 從2月27號開始呢 就取消他們的服務對象 跟工作人員需要每週快篩 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這個部分就是請各機構 還有這個服務對象或住民的工作人員 等等注意這個調整 那另外因應這個記者會 就是已經宣布改成一週一次 會從這個下週開始 就是每一週的週四來辦理這個記者會 所以我們發布新聞稿的這個部分 也提醒媒體朋友們注意 我們明天開始呢 就不會每天對這個疫情統計來發布例行的新聞稿 那我們公布的這個統計數字呢 會改成每天大概下午2點 會在我們疾管署的全球資訊網 有這個新的面板 來公布大家每天所關心的一些 這個本土的個案數 境外移入的個案數 跟新增的這個死亡數 所以這個面板的示意圖 如這個手板所顯示 那這個是從明天的下午2點 會開始啟動 那我們在頭一週 我們會每天在這個下午2點左右的時候 在群組裡面提醒各位媒體朋友 就是說我們的官網的統計已經更新了 那假如說因為資訊系統有一些異常或不穩的情形 沒有辦法在2點鐘即時更新 我們會把那個數字還是一樣PO在群組 給各位媒體朋友做參考 那另外因應就是說 每週一次的記者會 跟每週一次疫情統計的例行新聞稿 所以大家所習慣我們記者會開場的那個 有3個大大的數字的這個手板 也會正式的走入歷史 我們下週四的記者會 會用這個一週的這個 每天的個案數的趨勢圖 跟死亡數的趨勢圖 以及7日的平均數 這些數字 那跟再前一週的增減 來做這個 這個疫情的趨勢的報告 好 那另外先前有在每週一會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可以跟我聯繫 謝謝